我要怎麼知道各類食物裡面 有沒有攝取到足夠的三大營養素呢? 其實三大營養素裡面 我們已經幫你分配成六大類食物了 只要均衡的攝取並且攝取到一定的量 就可以達到三大營養素的需求量囉 像這張表它就是分別針對不同年齡層 所需要攝取的六大類食物份量 舉個例子來說 其實我們瘦小孩要長高 最重要的營養素就是兩個 顴骨雜糧類以及鬥魚蛋肉類 它們提供了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質 這兩個是合成我們身體細胞、荷爾蒙、肌肉組織 很重要的一些營養 所以你一定要吃到